哈喽大家好欢迎关注新一期的老张爱舍旦 今天老张为大家来扯一扯这次五一回续过节的时候 然后经历了一些事情吧 主要讲的就是说庙会这个事情 因为正好呢 这个回去的时候去对象家的时候 正好赶到他们镇上有庙会 然后就跟着过去看了一下 还是发现挺好玩的 这个庙会我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 或是很多农村的有没有这种去过庙会 或者说是体验过庙会的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庙会的话 就可能家里边给个五毛钱啊 一块钱两块钱这种去庙会玩 都玩什么呢 都是有打枪的 然后套圈的 然后呢还有卖好吃的 主要是当时都记住这些情况吧 这次去的时候呢也是这些情况 就是无非加了些什么呢 可能是游戏多了吧 因为老张不怎么喜欢爱玩游戏 但是说这次突然发现了 就是游戏挺多的 就是那种电玩啊电动啊或者说是那种小孩的坐的车呀 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没有的呢 这次有的就是那种海盗船呀或者说是这种旋转的木马呀碰碰车呀 还有这个这个就是类似游乐场之类的东西都搬到了这种乡镇上的大集市场去玩 更这个让老张说是差异的是说竟然还有马戏 马戏这个东西呢就是玩杂数魔术杂技呗 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花了二十块钱一个人 这个去的比较晚那个循环的时候呢就去了两场就看了两场 一是狮子的视频二是这个马术表演的一个视频吧 结果我们他说已经这场结束了我们就很傻事的出来了 应该应该多待一会儿才能才能再看几场吧 毕竟二十块钱也能花到值啊 嗯又体验了一下这种海盗船吧 海盗船呢呃我还是那样比较晕 因为之前体验的时候跟什么无辜方特呀或者什么什么这种江建华的状况都是一样的 再有呢就是去打枪 因为还有打枪和套圈反正也去玩了 我们怎么打堆上就打了 然后打枪的时候打够多少发或者中了多少环 然后给什么什么东西吧 然后套圈的时候呢不怎么好套 嗯反正我是没套 因为这个东西呢我知道我的准头也不高 主要让堆上玩开心就好了 然后小舅子去打枪 还有去他俩去套套圈 还是站过还是挺不错的 嗯这是讲这个鼠这个这个无依的时候去庙会的一个情况嘛 然后呢还特意到到对面的戏台下 然后感受一下当时小时候的氛围嘛 就是唱戏然后就是带个大戏台 不过这个唱戏的时候还跟以前一样都是老头 就是说这个60岁以上的人再去听戏嘛 年轻人是很少很少的 卖吃的呢也是很多的 就是类似的一些烤串啊各种羊肉串 那我也吃了发现感觉真的不怎么样 好像说是可能小时候就喜欢听吃这种外边的胎吧 越越小越好 但实际上发现现在这种烤串啊 真的挺不干净挺不卫生的 吃的时候也没感觉特别好吃 嗯这是改庙会的一个情况 庙会嘛他那块呢属于说是林泉的叫江寨镇 话说是江子牙的一个故乡 然后正好恰逢江子牙的什么世子吧 所以说在那时候举办了这种庙会 嗯总共举办了三两天吧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算是第二天 如果说再晚一天去的话 可能相应的这种马戏团表演也好 套圈的也好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游乐项目 可能会便宜很多 因为还有夜场 夜场没有去看嘛 发现呢还是有通过视频 或者说他们朋友分享了 发现还是很热闹的 尤其是小孩玩的 主要是小孩玩的多吧 或者年轻人多吧 嗯 总体感觉来看呢 就是找着了一些年轻时候的 或者不是说年轻时候 找到一些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吧 但是说这个也毕竟这个二十多年了嘛 一二十年了 发现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但实际的几个主要玩的东西呢 还是不变的 就是说还是庙会呢 确实是挺热闹挺热闹的 然后呢各种新鲜的东西挺多的 如果说就像我这个年轻时候可能都已经见过去玩过来 如果说是在到回十年十五年之前 还小孩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见过吧 或者说是也也见过 可能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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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频繁的去见过吧 这是一个感受吧 这次老张还特意查了一查 庙会的一个情况 庙会庙会呢 也给大家讲一讲吧 庙会庙会有两个方面层面意思 一是庙二是会 庙呢大家都知道 寺庙对不对 然后呢官邸庙城隍庙 这种还有什么娘娘庙之类的 然后会就是集会贸易的意思 这个这个庙会呢 实际的起源呢 就是说是我国宗教的一个发展 以及说是商贸的一个发展吧 它比全就是尤其我这里指的庙会呢 尤其指的是农村的庙会 因为几个集镇或者几个市镇呢 有时候呢有赶集 分单日子逢集 然后双日子逢集 单日子逢集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村民啊 然后呢 是市民镇里边的人 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交易 然后去卖 这是单日子的 就是单双的逢集 所以说嘛 就是有集 集也是集会的意思吧 然后在这里边去卖 然后呢 时间一长呢 这种庙会呢 就是某个 某个神仙人物 或者某个祖先 或者是某个历史人物 就像他们这块江寨江寨 江是江上的那个江嘛 可能是为了纪念江子牙相关的 然后举行一个庙会吧 庙会的一般的时间呢 主要选择是农闲的时候 我也想为什么这时候是有庙会呢 你想这时候是5月1号 然后正常的6月1号收小麦 我们这块中原地带嘛 这时候呢 就是正式农闲的时候 然后呢 各种农具也好 或者各种打药的工具也好 都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这时候也需要农具的一个交换 也需要老百姓的一个日常的休闲 也需要是祈祷一下祖先 祈祷一下神灵来来保佑这个这个 接下来一个多月的小麦也好 或者说主要粮身生活的一个丰收 这是一个庙会的一个情况吧 总之发展那么多年的庙会呢 我感觉呢 就是说这个庙会实际历史呢 有一千多年吧 但是呢 从我这短暂的三十年的人生来看呢 我发现庙会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是至少能看到一些农村的原生态的一个文化 以及民间的一个对这种宗教信仰也好 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期望也好的一个一个象征吧 还有说是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呢 慢慢的就引进过来的 然后呢 主要是高兴的呢 还是一些小孩 再有呢 就是说在村里的一些老人 或者说是一些主要是种地的人 或者说是一些小镇的这种青年吧 他们可以选择去玩到东西 玩到项目很多 就像我们接触的时候 就是说日常的在这里面是没有什么夜生活的 因为哪怕是小县城也没有什么夜生活 很少有 但是这个庙会呢 它可能有两三三天到五天的时候 只是说小镇青年呢 就可以出来三三五五约在一起去 这个做各种游戏也好 或者说是去 这个这个做套圈 或者说是带着小孩去玩 我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 在视频的末尾呢 可能会放一些这种 庙绘的一个场景吧 主要是给大家展示展示 看一看吧 好了 是今天老张这个讲的内容 比较杂乱吧 哦 就是也是一个个人的经历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了 哇 真好 真好 看来来六 我们也会带上的内套 我们也会带上的内套 eye 就是这种 是 对 fu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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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